一 李总第一长账号更新超级善恶 众所周知 明秀原服战化生李总 在打服战的同时 还拥有一个玩三宫暴力队的林波成号 手中的武器更是全服第一长账 近日 他给自己的第一长账号 买入了一只非常暴力的善恶童子 攻防资质达到了3300以上 身上的宝宝装备更是有91点伤害 顶级三宫暴力队之间的竞争 真的是太激烈了 二 VV老板拍好紫禁城烟花 大观人VV老板的福战沈穆林号 已经拍好了前往紫禁城的烟花 很快这个号就会空降紫禁城服务器 开启新的福战篇章 3.120愤怒惊亲腰带卖出 前几日出的129神装 一条120级的愤怒惊亲腰带 最终以19.8万元的价格 被129大佬收入囊中 4.浩文团队法系也带笑里 在日常PK当中 诗情画意主指挥浩文 非常推崇笑里藏刀这个特技 近段时间更是有粉丝发现 浩文团队的沈穆林 居然也配备了笑里藏刀这个特效 根据知情人士透露的消息 这个沈穆林拥有的黑科技 就是一个160级的神佑 加笑里藏刀的宝珠 5.东方放话10个月内必夺冠 近段时间 明秀原服战队全体老板 一直都在埋头更新细节 地厅和宝宝装备的质量 得到了质的飞跃 整体的硬件水平 已经达到了全服第四左右 指挥东方也一改往年 存高战神冲冠的打法 每月都会携带400万左右战神冲刺 近日他在直播当中更是 放话10个月内必定能夺冠